喂 你好 台长 台长师父好 弟子对师父请安 嗯 谢谢 我在这里向师父和菩萨深深的忏悔我过去所做的罪业 特别是邪淫方面的罪业 弟子错了 嗯 台长 我这里结几个梦吧 我之前总是看一些不好的影片 犯了一些邪淫的罪 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刚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躺在床上 手里拿着平板电脑 再选择不好的影片 然后选择选择 这个床就裂开了一个缝 然后我就掉下去了 哎呀 在掉下去的过程中 我环顾四周 看到下面是黑漆漆的山 还有一些岩浆在山里面流淌 下面是一片火海 哎呀 然后我继续往下掉 掉了一个 到了一个那个石头建造的古希腊的建筑 走进去了以后里面没有人 边上是一排一排惩罚邪淫之人的刑具 哎呀 然后我再往前走 隐约看到远处的房间里 有一些正在受罚的人痛苦的哭喊 嗯 嗯 之后呢 在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恶魔 他身体是暗红色的 头上有两个很长的脚 嗯 然后恶魔跟我说 他说这里是新造的宫殿 以后让我来这里任职 来折磨这些罪人 哎呀 说完之后呢 这个边上房间走出一个穿斗篷的一个仆人 他在地上展开了那种像棋格一样的布 那个棋局那个布局 然后恶魔到二楼以后呢 我和我的母亲都在这个棋盘上面 被恶魔控制着 让他他让我们往哪里走 我们就往哪里走 嗯 然后就是我动不了了 之后我就下醒了 下醒以后我全人都是冷汗 你妈妈 你妈妈还在是吧 哎 我妈妈还在 对 麻烦 嗯 嗯 之后呢 我醒来以后呢 一直没睡着 然后呢 就是说 不只是说我闷到这个梦境 让我感觉很害怕 更害怕的是 我在梦中恶魔让我去 地狱里面 就是说认职的时候 我自己竟然还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嗯 感觉就是自己是什么心 就会受到什么境界的感召 有自卑和善良心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叫你下去认职 他是骗你下去 我知道 他就是说一些好话 好像是让我下去认职 对 到了那里 我就身不由己 到了那里身不由己 你接下来就被他折磨了 嗯 这个是地狱的牛头马面 专门 专门惩罚 惩罚那些地狱 你们下地狱的人啊 你已经要下地狱了 嗯 我跟你讲了 我再三跟你们讲 我师父跟你们讲 你们真的要熬精的 不要搞啊 你知道这次 这次在马来西亚也是的 一个男的 真的 跟一个女的 哎呀 也是啊 哎呀 那个女的身上有 有鬼啊 就是狐狸啊 狐狸精啊 嗯 哎呀 当场就显化给他看了 哎呀 那个男的吓得来 嗯 当时勾他的时候 他开心了 两个人还好起来了 所以我跟你们讲多真话 你们不听好了 男男女女之间 真的不能乱来的 邪淫的话很可怕的 我不骗你们的 你看看现在哪一个 不就是乱七八糟 最后才出事的 嗯 啊 现在出了这么多事的人 你还看不出来啊 乱搞啊 哎呀 真的是 要下去的 要下地狱的 哎呀 真的 啊 师父嗓子都叫破了 你们好好改啊 真的好好改 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啊 欲望来了 那时候咬咬牙 要克制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我们是人啊 不是动物啊 动物是不克制的 他不管有多少人 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我们是人啊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 三善道的 我们不是三恶道里面的畜生啊 哎呀 真的 你们不改啊 真的 以后一辈子在下面吃苦啊 真的 苦死了 好好念礼佛吧 嗯 好的 好吧 能不能再再说一个梦 你说吧 啊 呃 这个梦呢 是23号晚上做的梦 1月23号 呃 梦中呢 我在参加法会 就是说 马来的法会 好像刚开始在做准备 呃 桌上有很多丰富的菜肴 呃 大家都在那边就准备吃饭了 之后呢 我走到这个场 会场的外面 我看到天上有很多 那个在 很多人在飞 呃 我就发现这些瑞相很好 就赶紧让大家都过来看 然后很多人都围过来看 但是我仔细看了 那天上那些飞的人 不是那种天人的感觉 就是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蛇 手里拿着那个刀和叉 呃 然后在天上飘 呃 然后呢 呃 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很真实 像幻灯片在播放一样的感觉 嗯 之后呢 那个河旁边有条河 河边上开了一艘很大的船 有点像古埃及的那个船 上面呢 有一些半人半蛇的那个 站在那边 还有一些 还有一座很高大的 是狗头 狗头人的那种雕像 有点像古埃及那种死神 阿努比斯那种感觉 嗯 之后呢 有几个同修呢 站在那个船边上 他们用木棒去敲那个船 发现这个船都是实体 木头会掉下来 嗯 有几个同修说 这个就不是最像了 他说锐像应该是能看得见 但是摸不着的 不应该是这种能够摸到的实体 然后他 我跟他们解释 我说 让他们相信 这个锐像是好的 然后 他们就是说 这是东方台 搞出来 搞出来欺骗大家的把戏 然后他就把我们一群人关在一个房间里 不让我们参加法会 不让我们参加法会 之后呢 现在看到了吧 天魔啊 但是这些天魔不是在很高的位置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哎 之后他不让我们参加法会 然后 他们又去协商了 说是可以让我们参加法会了 然后我们都到了法会的现场 之后呢 嗯 东方 东方台的 那个表示 东方台表示说 如果对法没有怀疑的人 可以自愿退出 呃 这个时候呢 我手里出现一本红色的本子 呃 像地址证一样的 但是比地址证要大 然后呢 最后几页是地址守折 前面还多了好多页 我一边看 一边拿着这本本子 走到那个台前 准备把这本本子放在桌上的时候 呃 台上师傅就有点惊讶地看着我 好像对我说 呃 问我 你也要退出吗 然后我赶紧摇手说 不不不我搞错了 呃 之后呢 我就站在台长的边上 呃 我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人 他们把这个 红字的本子一本本放到桌上 然后 那个在桌边上 有一些名册记录着 这次退出的 这些同修的名字 然后台长在旁边 很伤心 很难过的说 真可惜 看见了吗 现在知道了吗 我告诉你有佛就有魔 啊 我告诉你 所以到人间来弘法 真的不容易 要打磨的 不打磨的话 你会被磨弄死的 你知道吗 啊 你说 你说所有的宗教都说 啊 我们啊 这个 任何的宗教都觉得自己很伟大 那为什么希泽勒当年在世界上杀这么多的人 啊 在全世界这么搞这么多 他这个 希泽勒这个西魔 为什么 这么多的宗教这么伟大 为什么不能把他打下去啊 他也是有他的业障的 因为人间本身就有自己业障 听得懂吗 最后胜利 当然是属于正法 但是在这个当中 你会受到他的伤害的 明白了吗 嗯 啊